大家好 歡迎回到法庭汪新聞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7月31日星期六的中午時間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馬來西亞大馬Sir 馬來勁 各位汪友好 好了 還是無聲房有聲階段 麥克風已經非常接近大馬Sir家裡了 我被你氣死了 真的是 因為它是在市中心的物流分配站 來到我這裡的分配站已經用了一天了 哇 真的 萬水千山總事情 而且今天是星期六 應該就沒有開工了 可能要再等一兩天 我被你氣死了 沒辦法了 人算不如天算 可能下次把地址寫回在你的辦公室上會好一點 好 記住了 支持一下我們的視頻 回來了 今節的主題 又是繼續講講這個理大圍城所衍生出來的暴動案 因為理大而產生的暴動罪 真是多餘了天上的繁星 也有如他們扔到當時的周地磚頭 磚頭的數量這麼多 就是有排數 不過這次的這一宗 我覺得看到有個亮點 都蠻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終於有些官都叫做忍不住 即是法官的官 較早前黃婆婆不是經常在法庭上扭來扭去的 一時又說自己沒有空 又說很忙 家裡沒有CD-worm 又說我忙著要出去搞抗爭 那些人就沒有空看文件 又說請人讀給他們聽得不可以 又說讀的時候又要如何 又說什麼三不答 還是什麼 還是十個不理 十個不回應 還是七個問題 九個答法 那些呢 又慢慢演繹 扭著扭著呢 黃婆婆呢 沒辦法了 法院那方面都說 我們會繼續去審的 你不答還你不答 你說什麼我不抗辯 不不不 什麼古靈精怪都好 現在就判了去坐一個月啦 這個月又好像這麼慢 過得 還想著轉個領頭就會出來 暫時還沒出來啦 說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跟這次理大圍城這件事有關呢 這些拖延時間的現象 其實不單止在黃婆婆這件事出現的 連其他的案件原來都是這樣 終於剛才都說到了 局官忍不住說什麼呢 不要搞那麼多了 又要押後幾多個禮拜 幾多個禮拜 就是這樣 那個官說什麼呢 就說哎呀 不如快點搞定它啦 讓被告可以盡快重新上路啊 就是 等他們呢 搞定了整個案件 要坐的也好 社會服務令也好 什麼都好 盡快完了 重新做人 坐完出來的 那就好好的重新做人就算了 就好像那些什麼鹽田十二那樣 又打算著著草 搞到去到鹽田 然後回來 如果不認罪就更麻煩 承認了都叫快點 是吧 都是面對同樣的結果 最近見到那個黃林福都算是叫做好彩的了 一來他是年紀實在太輕了 還未成年了 當然他的行為就相當之可怕了 是超出了這個年紀的人呢 一般的年輕人的心態也好 或者思想也好 相當之可怕了 他的幸運呢 就是叫做他在內地方面 拘押的時間 再加上在香港拘押的時間 可以用來扣減 這也是一件事情 我們說回這個大圍城 為什麼什麼重新上路啊 盡快上路什麼都好 好了 這一次就有一點特別的 是他們那幫人想突圍移出的時候 就被拘捕了 突圍不成功 他們最近還在吹捧那套理大神劇 神經劇場的神劇 就是什麼差事 電影《理大圍城》 接下來就在英國播放 正啊 戴上頭盔 豬嘴 眼罩 你才好 黑衣黑褲 在那裡看 他們有沒有看到呢 突然間隔起來就 擺那些光時的旗呢 看到突然說 加油 手足 撐住 在那裡擺這樣 那時候有人說是的 這麼瘋的情況也出現過 郭富城很多年前有一套 跟李若彤一起拍的 就叫做《浪漫風暴》 郭富城就做一個拳擊手那些 就是在擂台打拳那些 有boxing那些打拳 上當年郭富城真是紅透半邊 四大天王 又剪了一個這麼短的頭髮 拍這個《浪漫風暴》 又有些肌肉給大家看 他打到最後那個拳賽 就是接近尾聲的時候 那些人激動到是怎麼樣 他的粉絲站起來 成城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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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到的 他聽不到的 是電影來的 他站在那裡揮拳那些 好像自己的粉絲打 上了身一樣 他們對著這些突圍而出的 在那一套什麼差事 李大維成說得好像很英勇 又說什麼 有些人突圍成功 有些人又非常絕望 又說影響他們當中的仇誓 又怎麼樣 事實是怎麼樣 你們是暴動罪 突圍 很瘋的 突圍出去了 你們都是逃犯 你們沒有面對你的刑責 這幫暴動有怎麼樣 又發生什麼事 其中有16個 就是在今年2月的時候被控暴動罪 當中有一部分人又另外再被控公眾地方 困有攻擊性武器等等的罪名 又好像打麻雀 有時會把牌擺開 還是怎樣的 有些人又要 16個又要再拆開 不知道多少件案等等 搞得很複雜的 其中一個被告 叫做姓余的 大專生來的 20歲 被控是四項罪 包括了兩項暴動罪 現在有些人聽到說兩項暴動罪 馬上會想起元朗721那些 到時又會拿來做對比 不過都要看回當時的內容究竟是怎樣 就說他在前年11月分別就是17、18日 他說打足兩天 不是 他們橫跨 打到凌晨的時候 就去到18日 在理工大學連同其他人一起參與這個暴黨 還有在理工大學 對出這個叫唱運道連同其他人參與暴黨 即是去特衛而出的時候 還有攜帶有這個攻擊性武器等等 其中一個攻擊性武器就是這個雷蛇筆 還有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等等 大家聽到了一連串這麼多事情 不能扭了吧 不如快些認罪去算吧 又不認 那個辯護律師又在跟他玩延長拖延時間 接著一開庭的時候又說 我要申請把案件押後八個星期 他說因為什麼呢 未收到部分控方的騙段 又是這招 即是又是黃婆婆那些 總是找些東西出來拖一下 好像還欠騙段還未找到 你這麼多項序 還有什麼可以 你覺得這個年輕人全身而退 不會天真 是吧 法官都說 其實今天可不可以處理到 第一階段的同意案情呢 即是我們以當時候 這宗案不是我們今天錄音的時間 之前的 我以當時的理官的對白這樣說出來 例如可不可以就著他 有沒有參與暴動等等呢 控方都算是這樣 立刻幫忙解解話 都明白的 辯方都在考慮答辯的方向 認為這個階段 如果同意案情的話 會不會叫做了一點點呢 有些人可能當作是看法內情 法外情的劉德華那些 控辯雙方的律師 不是說 他們當作大家像仇人一樣 不是的 他們可能在一起聊天 一起吃飯 各自各上庭就上庭 下場之後 其實大家都是朋友來的 大家都是代表自己 控方和辯方 不是說什麼 勢不兩立 你死我忙 不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都會互相夾一夾 甚至乎會互相夾一夾 才上庭都有的 理官聽到 說 似乎你配合不了 現代的管理模式 是不是應該要快一點點 又是什麼早了一點點 還是什麼 不要再拖來拖去 意思 他說 哇 你這件事說答不了 那件事說不知道 一時又要押頭到八個星期 經常都拖來拖去的話 那理官再說什麼呢 按回目前的進度來說 他想著排期 起碼要排到2024 才可以審得完 哇 是啊 是啊 那理官說到一個很有趣的比意出來 下一屆奧運都完結了 要搞到這麼久 下一屆奧運都完結了 都還沒審得完這個人 這個年輕人的案件 又要再拖多四年或以上 那理官就說了 希望就強調 要盡快完成這個審訊 讓這個被告呢 可以重新再上他自己的路 如果不是呢 就是變成了畢生路 你想一下 不斷拘押啊 搞來搞去 很麻煩的喔 你拘押那個啊 你拘押就趕快坐上去就算了 不要煩了 不過呢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這傢伙呢 這個大專生呢 都好像幾巴蜜幣那樣 怎樣啊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我們再說一些理官呢 要求他們的開案陳詞 有些什麼準備呢 那扭扭扭扭扭扭什麼呢 那不單止辯方的啊 也都要求控方呢 在四個星期左右 就要呈上這個開案陳詞啦 就是兩個不好啊 兩邊夾在一起呢 都拖延啊 我不知道你們兩邊 在一起拖啦 唉 並且要在這個開案陳詞上面 交代那個舉證究竟是 依靠什麼呢 說是直接的襲擊啊 還是叫做蓄意留守啊 如果前者的話呢 就要騙斷 有關於呢 犯案人被捕時候 那些對比到的 情況究竟怎麼樣 如果後者的話呢 要清楚講得明白呢 他在核心的範圍裡面呢 有多久的 就是因為你說 他從而留守嘛 是嗎 如果直接襲擊的話呢 你就要有直接襲擊的 騙奪了啊 是不是 也都講到 過去呢 律師們啊 對於這個審訊的那些立場呢 好像擠牙膏一樣 他很多時候呢都去不了開案陳詞 也都未處理到呢 剛才他所說的那些問題 也都說了 控方也好 辯方也好 都要呢 盡早去披露 多一些的案情 還有要盡早 對準這個焦點 有時候呢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提到這一點出來呢 很多時候啊 搞錯啊 為什麼判得這麼慢啊 拘捕這麼多人 都判這麼久啊 要拘押這麼多啊 這樣那樣 其實有時候 那個官員都很無奈的 是不是 兩邊律師都慢了 或者不齊了 不齊餡 這個又說要多八個禮拜啊 其實算少的了 黃婆婆那些要三個月的 哇 十二個禮拜 大時間 是啊 衰些說一句 萬一你拖多幾拖 黃婆婆你八年歸老的 八年歸老的 是啊 那他都是一個清白之區來的 在香港來講 就是法律上 是 那麼說起這個姓余的二十歲大專生 他都在法院裡 都提出了一些 幾多的保釋條件出來的 剛才說他把什麼弊呢 就是說 他父親和其中中學的校董 每一個人都拿十萬元的人士擔保出來 我說 厲害啊 找得到中學校董來幫忙你這個暴徒 你去得理大這壹事 很明顯你已經是一個暴徒來的 正正常常你不會進去的 你不會在裡面突圍出來的 而且你都不是這間學校的 這麼混亂你進去做什麼啊 是嗎 幫忙煮飯啊 洗廁所啊 是嗎 沒有理由的 其實就算我幫忙煮飯 洗廁所什麼做急救啊 也好什麼都好 其實警方已經說了 不關事的人呢 就出來 你不是做暴徒的人呢 你也好趕快出來 不要搞這麼多 給了機會 給了時間的 是啊 放在那裡登記啊 放在那個站啊 在那裡登記啊 是嗎 還沒放在酒精搓手液啊 蒸漏水那些給你們啊 是不是呢 啊 很厲害啊 這傢伙找到校董 因為校董呢 其實在一家學校中學來講 都是比較難少少接觸到的 而你爸爸你媽媽都可以找到他來幫忙呢 都似乎算是這樣的 還有啦 校董呢 會幫你這個暴徒呢 拿十萬元出來做人事 擔保呢 有機會是細疾細疾的那些來的啊 那雖然啦 又說什麼願意交出旅遊證件啊 去警署報道啊 銷禁令啊 怎樣怎樣都好 不過呢 控方呢都是反對的 而理官也都考慮到控辨雙方的意見之後 也都看回了喔 較早前啊 高董發現呢 也是他立這個被告的保釋申請的 而程序上呢 又不覺得有些什麼突然間有些什麼改變啊 校董又怎樣啊 啊 他寫上來啊 人事單補又怎樣啊 啊 所以呢就決定呢 繼續啊 還押啊 那現在還押了多久呢 其實都有好幾個月了啊 兒子啊 我見不到你啊 你在裏面好嘛 那剛才說到啦 那這些二十歲呢 好去不去 走去你大陸幫人突圍 或者是可能你本身進去打完一份 然後想突圍啦 那這個不得而知啦 那馬上認了他啦 你在那個時候要突圍而出 出到來呢還要和警方一幫龍僧虎鬥啊 雷射筆啊 有琴拿手啊 什麼都齊的 你這樣都不承認啊 我寫個伏字給你 剛才也都看到了 他們除了暴痛之外呢 還有另一單呢 就是說他藏有這些攻擊性武器嘛 挺搞笑的啊 他完了之後呢 因為你完了 一定要做回所有的程序的嘛 例如大家起立 然後那個官就走了 你們到時才坐下也好 走也好 喊口號也好 什麼都好 挺有趣的 這個人呢 又回到結論室之後 他轉的頭不可以走 因為轉的頭還有另一單呢 你剛才所說的那些叫做 藏有攻擊性武器那些 他父母也就是 不用了 去過廁所出來再聽過 唉 那為什麼都要來呢 可能當見多幾面 雖然隔著個犯人 一條條的東西 再說回到 同案裡面 還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是被捕的 也是參與這個暴動的 也都看過了 赴湯道火的案例來講 就是說這個叫做 火童犯罪的原則 你在這個核心的內圍 或者這個暴動的範圍裡面 似乎 你說要特圍的話呢 你不會說一秒特圍的嘛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一秒 就說一聲特圍 忍者都沒那麼快 是吧 他們那些特圍又可以 有時候又不行 要跟警方對峙 怎樣怎樣怎樣 那樣都有的嘛 我似乎 我感覺上 我覺得理論上來講 他逗留的時間 有差不多的了 他那個暴動應該都走不掉的了 剛才提到的 叫做火童犯罪的原則 即時都要看一看 和你同一宗案 你身邊那些暴動有呢 有些什麼裝備 有些什麼的動作 說一下都嚇你一跳 那我先說一下 其中有一些 又是有激性武器 有些有氣水牛多彈子 那些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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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到 可以鋪一條路出來 那些裝備 所以明白到有很多 當中有一些 又是二十多歲 做了商人 挺有趣的 年少商人 還有一個 這個厲害 氣窗設計員 其他多數都是學生 也都是汽水牛多彈子 磚頭 不同的東西 倒露 全部都齊 你身邊個個都猛料來的 你覺得你暴動罪 你走得了嗎 好想不要 就是像法官所說 趕快拿出來 或者叫他承認了就算了 是吧 還要慢慢拖 我看見都把幾火 所以你要拿出來哪 這些人 嗯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 這些 二十歲 這樣因為什麼李大圍城 就是順了進去 要去救手足 或者很悲壯 又說要在那裡救他 有些人偷偷地爬進去 又說什麼都有 唉 給了機會你們都不珍惜 只可以說你們自己拿來的 李大圍城 這個電影 就是為什麼我都這麼 黑人憎 你這一套李大圍城的東西 是建基於在這些 無知的也好 有心的也好 或者按摩摩也好 的暴徒 他們的前途 他們的人生 組織出來的 你這一套是人血饅頭電影 基本上是 嗯 是吧 還要英雄化 讓這幫人以為自己 我不是時候碟來的 你看這一套電影 就見證到 我們李大圍城這一幕 是怎樣怎樣 對抗警暴 要什麼 要保衛李大 全世界都知道 有些年輕人 可能現在有些二十歲 這些 還在發夢 他們可能還以為 他們是一個紀念 一個一場很偉大的戰士 哇 圍城戰 哎呀 還有這麼多人 什麼圍藝救召 又在外面打個勁的 全部人生更精彩了 是啊 他們都是一樣的 其實在外面搞暴動的 都是一樣的 你有你精彩 各自各精彩 希望呢 李大圍城也好 城內也好 城外也好 你們遲早都有機會 不是 煲底鍵 是倉底鍵 你們大家都犯了暴動 在監倉裡面 咦咦 你們就是當時李大裡面的手足 是啊 我就是外面幫你們頂住 哇 外面當時這樣這樣這樣的 厲害嗎 一起在監獄裡面 吹著口煙回味 或者一路看著 周日電影《魔界三部曲》的時候 繼續再慢慢回味 唉 就是這樣 這些人就是無藥可救了 希望我們真的會醒 有一天醒就最好 所以為什麼 我不想見到什麼李大圍城 很多人播 甚至乎有什麼康城 又說這樣那樣 我也不想見到就是這樣 好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